這是5月1號 中華民國政府大陣仗 派出巡护9號和漁迅2號 從高雄 騎金港 出發到沖織鳥礁護漁 為期一個月了 其中巡护9號 在5月31號返回高雄 他為什麼不敢來安心 對 我們去那裡護漁一定會比較好 一定的 護漁是不錯的 這真的不錯 大家都忘記有一個安裝感 一聽到巡护9號回來了 漁迅心想又得擔心 海上捕魚的尊嚴了 其實巡护9號回來高雄 是進行補給作業 高雄界也已經在沖織鳥礁 接力護漁 要漁民不用怕了 海巡署的護漁船艦 對漁民來說就像是護身符 不過尷尬的是 沖織鳥 我想這個基本上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礁 它是一個礁 這是沒有問題 為什麼還要等聯合國的決議 來判讀我們要撐它島還是礁 因為這是牽涉到一個 國際爭端的一個解決 外交部長 內政部長 對沖織鳥到底是不是交 認定卻不同調 這可是為難了第一線護漁的 海巡人員 該不該進到沖織鳥礁 200海裡內護漁成了難題 新政府對沖織鳥礁 認定不同調 不但為難了第一線的海巡弟兄 也引發於民對政府的護漁行動 失去信心 記者吳國鎮 張專華 賴筆箱 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 小禮 社交部長 不寅 聖衝